你知道如何快速更改自己的命运吗 最好的办法就是偷走别人的成果 然后告诉你 这一切都是他自己的成果 德国小伙大卫就有了这样的机遇 他本身只是一个社会底层的人 每天给别人端端盘子 送送酒水 在这里他认识了一个女孩 深深被他的气质吸引了 甚至还经常跟踪他 这天在跟踪的时候 商贩的老板给他推荐了一个床头柜 开价30欧元 大卫本来想拒绝的 但是女孩忽然对他说 这个桌子很好看 就这样他真的买了下来 这个也将彻底改变他的命运 搬到家里后 发现一个抽屉竟然上锁了 就强硬地撬他 里面有一本手稿散落出来 大卫看第一页的时候 就停不下来了 书里面的故事完全超出了他的预期 太精彩了 就连他这个本来不喜欢读书的人 竟然也看得废寝旺时 也深深被女主苏菲的故事感动落泪 就这样他做出了一个改变命运的选择 但是他最开始的动力并不是出版 而仅仅只是因为他喜欢的那个女孩喜欢作家 这天他把稿子全部打印出来 带到餐厅 时刻观察着玛丽 在他上洗手间的时候 悄悄跟上去 然后喊住他 将手稿递给他 说是让他参考一下 但是玛丽并不相信这个服务生会写出什么好的故事 又害怕伤害到大卫的自尊心 就接受了下来 当第一个谎言发出去的时候 无数个谎言就在路上 大卫这才想到这个故事的作者会不会是有名气的呢 他立马跑到图书馆 去查找关于作者的名字 结果没有任何记录 大卫这才放心下来 然后买了一本小说结构的教学书 第二天就在他认真学习的时候 玛丽找到他 非常激动地说他昨天一晚上看得根本停不下来 太好看了 里面的爱情故事太动人了 甚至他在这些文字里 深刻地共鸣了自己的人生 感觉作者把自己的内心都写得透透的 那种灵魂的共鸣 忽然让他觉得大卫就是那个天才作家 他甚至看到最后无法控制地哭了很久很久 大卫听着玛丽的话 非常兴奋 就在这个时候 玛丽鼓励大卫将这部手稿送到出版社去 但是大卫却害怕 毕竟这个本身不是他写的 他还无法承受别人的人生 奈何玛丽非常认真地劝说 而愁容也挂在了大卫的脸上 从这一天开始 玛丽忽然觉得这个其貌不扬的男人 也有着高贵的灵魂 他的眼光就再也没有离开过大卫 一直等到大卫下班后 玛丽拉着这个男人开始一起去滑冰了 没错 他要重现小说里男女主人公首次见面的感人场面 虽然大卫并不像小说里说的那样会滑冰 但是他还是爱上了这本书的作者 这份爱是彻底的 天鹅K迪该如何描述这份冲动的感情呢 就是看到了心里一直等待的灵魂伴侣 忽然就出现在了自己的面前 为了这份爱 大卫不得不开始买电脑 买桌子 把自己脏乱的房子伪装成一个作家的房间 他只是认为自己遇到了爱情 哪里知道更大的危机开始了 这天玛丽敲响他的门 这个可把大卫给慌乱了 把脏乱的东西快速地隐藏好 然后打开门 玛丽拿出一封信 对大卫说 他有个好消息 大卫此时还是猛的 原来玛丽早就把手稿寄到了出版社 现在出版社来信 就是真的要出版这部小说 大卫紧张了 他的锅盖头都无法掩盖他此时的慌张 玛丽提醒他这是好事 大卫还是不相信 但是玛丽走过来告诉他 有多少作家都期望自己的书能出版 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 而且你的书肯定能火 说着就亲吻了上去 大卫的脸都涨红了 不是被美女亲的 而是害怕的 因为一旦被这个原作者发现 那一切都完蛋了 就这样第二天 他再次找到售卖床头柜的老板 询问这个柜子是从哪里来的 原来这个是他的租客留下来的 大卫立马想要见到这个人 但是老板说见不到 因为这个人骑摩托的时候出了车祸 他也在那次车祸中去世 大卫想再多打听一下这个人的时候 玛丽过来 带着一个摩托模型 和书里的摩托是完全一样的 大卫心里更加慌了 既然错误已经产生 那就让错误继续下去吧 就这样他烧掉了手稿 他从这一刻开始 就再也回不去了 出版社和他们谈好了稿费 签订了合同 立马就开始出版了 但是在签售会的时候 大卫却紧张地读不通自己的文章 玛丽只是认为大卫是紧张了 他根本不知道 大卫是真的读不通 甚至很多的单词 他都不知道怎么发音 通过多次的练习 大卫终于满头大汉的朗读完了 签名会结束之后 编辑对玛丽说 看来朗读对大卫是个困难 玛丽说很多天才都有一些困扰 比如西金斯就是一个口吃 比如贝多芬就是一个盲人 就在这个时候大卫走了过来 编辑还是很鼓励他 下次朗读就会好了 但是大卫却告诉他们 他再也不会朗读了 大卫喝了一点酒后 再回去的路上 大卫实在不想再继续 这个本该不属于自己的人生了 借着酒精向玛丽谈来了 说自己不是这本书的作者 他只是一个服务生 但是玛丽却说 这本书的作者就是一个比较害羞 而感情细腻的男生 他羞涩的文笔就在你的脸上表现无疑 无法相信 玛丽此刻看什么都认为 大卫就是作者本人了 玛丽甚至说 就是你的这些害羞的表情 更让我爱你 甚至堵住大卫的嘴巴 让他承认自己就是那个作者 以后再也不是端盘子的人了 我的天哪 谁能受得了这样的鼓励 反正KD是受不了 第二天大卫的小说彻底要出名了 各大报纸都在报道他的这部小说 甚至德国最有名气的作家 都公开开始评价这部小说是德国的希望 玛丽也不敢相信反响这么大 甚至一个大作家在报纸直接说 他是用眼泪看完这部小说的 看完后就已经看到了德国文学的希望 这样的写作去掉了所有的华丽 却又那么细腻表达出来 每一个看的人都被深深的共振 玛丽对大卫说 这简直不可思议 因为这个作家上次评价别人小说的时候 都是全程骂人的词语 只有大卫听到这些话 后怕他听到的不是赞词 而是一个又一个定时炸弹 越是夸赞他 他越忐忑越不安 甚至他一直想要逃跑 但是命运推着他开始上了讲台 这一刻他多少有点后悔了 不是签名会只有五个人吗 怎么一下来了那么多的人 玛丽过来安慰他 当目不拉开的时候 正好大卫在警书 掌声雷动 怎么办 硬着头皮走到了讲座 玛丽在旁边紧张地看着 大卫被谁给呛到 所有的人都紧张了 这段文字已经被大卫朗读了无数遍 终于不再急急巴巴了 玛丽也露出满意的笑容 签字的时候又出事 一个人说出了一个非常熟悉的名字 大卫听到名字的那一刻 立马警觉起来 是一个老人 虽然老人什么都没有说 但是大卫举慌乱 他无法再安定下来 甚至接下来的签字都写错了 没有办法 他只能逃走 他需要安定一下 走出来后 深深地呼吸着 就在这个时候 他再次看到那个老人 而老人也找到了玛丽 这下大卫慌乱了 甚至主编的话 他都一句也没有听到 主编想要做他的经纪人 就在这个时候 老人也走过来 大卫主动和老人约 第二天早上见面 当天夜里 大卫和玛丽回到新买的房子 虽然大卫已经有钱了 也和玛丽住在一起了 但是他却一脸的不开心 第二天他们来到见面的地方 老人说这本书的作者 虽然已经死了 但是他那里有这本书的手稿 因为他是小说作者的老师 并强调这部小说 有自己的参与 现在很明白 为了让玛丽不知道 大卫需要支付封口费 当老人将鸡肉伸过来的时候 大卫不自主地吃了下去 此时他的心 多多少少是虚的 甚至在他们的party上 老人也出现了 这个可把大卫给吓坏了 从这一天开始 大卫就再也无法摆脱老人了 这个老人的出现 也彻底让玛丽难受 甚至根本没有了 玛丽的私人空间 在餐厅里 服务员甚至隐藏了 一个电话号码 这个让玛丽非常的尴尬 但是更加尴尬的是 这个老人 比他更加热情地接触大卫 这些让玛丽极度了 就连和大卫拍照的时候 大卫都被老人给拉过去 这个也就是玛丽的好脾气 要是KD绝对忍不了 玛丽气冲冲走出来 就在等大卫回家的时候 还看到了大卫塞钱给老人 这天电视采访的时候 大卫还是露出了太多的 答非所问的话题 在问到这个五十年代的故事 是从哪里想到的时候 大卫甚至无语了 这个让老人觉得丢人 他找到大卫分析这些细节 所有的对话都有大问题 一句一句教大卫如何说话 才能更加符合观众 这个时候玛丽正好回来 他立马反对这些伪装的说辞 他认为大卫这样的害羞腼腆 甚至幽默才是最真实的大卫 这个才是他爱着的男人 但是老人却发火 说这样没人喜欢的 大卫必须要会说故事 要编造这些故事 全都是自己的祖父的故事 这样才会吸引观众 玛丽没办法听下去 要求大卫立马赶走老人 玛丽看着大卫没有任何动作 生气地走到房间去了 老人知趣地离开了 大卫来到玛丽这边解释说 他是老家父母的朋友 但是玛丽把看到大卫塞给老人钱的 是说了出来 大卫解释说他现在落魄 给他钱也只是帮助他一下 玛丽还是要他保证 远离这个酒鬼 就这样大卫找到老人 开始向他摊牌 让他不要再出现在自己的生活里 他可以每个月给他账户里打钱 但是老人很显然并不满足钱财 墙上挂着他们的合照 虽然照片里还有玛丽的存在 但是老人还是非常珍惜 大卫回到家里 说自己已经处理好老人的事 他不会过来打扰 玛丽拥抱了大卫 但是这个烂摊子 真的能那么容易摆脱掉吗 绝对不会那么简单 一场巨大的风暴正在等着他 这天在新书发布会的现场 来了全世界的各界出版社 没错大卫的书已经开始面向全球出版 各个国家的出版社开始想要争夺发布版权 就在这个时候 大卫看到了老人出现 他第一时间拉走玛丽 他可知道被玛丽看到的后果 然后找到老人 要他立马离开 但是老人却说现在他就是大卫的经纪人 还拿出一张纸 要给一家俄罗斯的出版社谈价格 并约好第二本书的价格 就在这个时候 玛丽看向了他这边 尽管大卫使劲地阻挡着视线 但是还是被玛丽发现了 这下好了 玛丽无法理解这个人又出现在这里 无论大卫怎么解释 玛丽都不再相信了 甚至玛丽觉得这一切都是大卫欺骗他的 责问几句话之后就离开了 就在玛丽离开之后 大卫又看到老人在找别的出版社 开始推销他新的小说了 我的天啊 这下可要完蛋了 老人还在编辑的面前说自己是大卫的经纪人 编辑脸都黑了 第二天编辑找到玛丽 询问大卫有了新经纪人是不是真的 这下可把玛丽给吓傻了 手中的碗都掉落了 立马找到睡觉的大卫 他必须要大卫把老人给赶走 今天必须要大卫做个选择 大卫压根不想要这样的生活 就开始埋怨这一切的生活都是玛丽不经他同意 把稿件寄给出版社才导致的 这下彻底触发了玛丽最后的底线 立马离开了酒店 此时编辑找到大卫让他立马穿上衣服 今天有好几场签名会要参加 这一刻 看着这个不属于自己的人生 大卫真的恐惧了 也害怕了 他更加思念自己的玛丽 打电话也没有接 在大卫的眼里这些激情的粉丝都是假的 但是大卫对玛丽的爱是真的 但是如果真的脱去作家这个身份 玛丽还会爱上自己吗 他开始做了一个决定 就是将真相全部告诉玛丽 此时老人一直求着大卫不要这样做 当大卫带着鲜花再次来到玛丽门前的时候 他的室友开门了 很显然室友也想成为大卫这样的作家 玛丽这个时候开始对大卫说了自己的疑惑 那就是他觉得从一开始他爱上的只是小说 而不是真的大卫这个人 从他在发布会的表现 玛丽已经不认识眼前的男人了 所以玛丽让大卫离开吧 从一开始就错了 此刻大卫彻底心凉了 他终于找到答案了 玛丽压根爱的就是小说 或者说小说的作者 压根和他这个服务生没有一点关系 他失望地离开了 虽然他对玛丽的爱是真实的 但是这也只是一个错误 虽然他很想挽回 但是又没有任何理由了 这天老人写好了新书 他让大卫看看 大卫一看就全部明白了 这个人根本不是什么狗屁作者的老师 写的小说什么都不是 他找到最熏熏的老人 最后在大卫的逼问之下终于说出了实情 原来这个老人根本不是原作者的老师 而只是在一起打过冰球 并看过这部小说 仅此而已 知道一切真相的大卫 终于卸下了家锁 要不是老人 他和玛丽就不会分开 愤怒的拳头打在了老人的脸上 虽然有老人的过错 但是大卫也深深知道 这一切的起因都是因为他自己 为了讨玛丽的欢心而撒谎的结局 就在他准备离开这里的时候 老人却在阳台上喊他 一不小心掉落 老人彻底死 当他回到房子的时候 玛丽正好在搬走自己的东西 大卫此刻已经不知道说什么了 就告诉了玛丽老人去世的消息 玛丽此时想要走进大卫 但是又好像此刻的身份不合适 大卫也在期待着玛丽能像往常那样拥抱自己 而玛丽并没有那样做 那些分手的话毕竟说得那么决绝 大卫的那颗自卑的心 无法让他说出任何挽留的话 这些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真正体会 此刻双方的那种心理动态 虽然此刻他们的障碍已经不在了 但是又找不到挽回的理由了 玛丽在离开之前看了大卫最后一眼 就离开了 彻底离开了大卫的世界 而经历过这些之后 大卫忽然觉得老人有一句话是对的 那就是可以写一部小说献给玛丽 就这样他写了一个骗子 为了获得女人的芳心 偷了别人的手稿 然后成名的故事 他将玛丽写进了自己的小说了 也把自己对玛丽的爱写了进去 这份感情是真实 虽然小说没有第一步那么轰度 但是这份真实的爱却让玛丽感受到 在新书签名会时 玛丽忽然走了出来 以读者的身份问了大卫一个问题 为什么书里的人不向玛丽说出实话来 大卫说 因为主人公认为玛丽只是爱上了小说 而不是自己一个服务生 玛丽说 他为什么就不会喜欢上服务生呢 他会吗 我想玛丽是爱着做主 这句话有两种意思 看他们的表情就知道他们会在一起 如果有一天你爱上一个人了 你真的知道你爱的是他这个人 还是爱上了他编写的故事 或者说 爱上了他拥有的钱 有一点 是 有的 有的